我们集成这十大观光小城 你没有做一些简简 让大家来预备观赏 你怎么什么观光小城 观光小城 理发委员李明津 当会公众是向高通报观光丘表示说 现在一支店是专台十大观光社 是一支的 就是金镇那是没好好为何 是真的可以去引到观光客 现在有一些设施比较老旧了 像这个凉亭还有水池都被遗击 我们现任的镇长原镇长 他是非常重视积极景观的开发 他特地请我 今天请我们中央观光局的客支长 来这边实地了解 还希望今年度给积极镇公司 在补制经费 把积极的瀑布重新来整理改造 这是积极镇的新生婆婆 为了要让这些美景可以重新再现 理发委员李明津 是在除邀请高通报观光局 以及顶公司前来的限定会坑 希望可以向观光局 积极景费 重新搭着新生婆婆 初步我们预估要花到600万到800万之间 因为我们这个神仙瀑布已经在十几年就已经建造完成 后来也因为几次的风灾确实有受损 所以因为我们积极市大观光小城 一直要号召游客来到积极的话 那这边是小医院后回行的所在 也希望有这方面的经费 让我们在这个神仙瀑布 再整个再重新来设计过 建议会坑观光局表示 希望顶公司可以趕快提出架位 头发官府来向观光局提报中间的架位 那我们今天来看之后 觉得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光油气的吸引力 还是具有相当大的一个诱因 所以后续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会等到这个地方 积极政公司把这个修复计划 经由县政府提报到我们居里面来 让我们会适时的来给予适当的经费 协助地方政府来将这个地方 尽快来恢复往日的一个风貌 其实顶公司也表示 现在相关的中间阶约都已经完成 会尽数提报给官政府 连后这一部提报给官公局 希望新生泡泡的美景 可以两者再现 让UK可以兴奋着美类的经典 以着最后看长报道 让我们一起去两维 你说什么 的 全约aged